主席 主席 本席首先想邀請公平會主委 以及農委會 陳副主委 有請吳主委陳副主委 我想本席看到農委會 今天的這個書面報告 也特別提出 毛豬的部分一公斤 在3月11號 是81.3塊 那麼依照物價指數 的這個指數 有17項的民生物品 是創下了 25個月以來 最高點 物價漲價最高點 公平會主委在這裡 所以您聽到了這個訊息 所以本席要請教陳副主委 農委會日前公布 送公平會 調查的冷凍場 資料10家 有一場的有5家 全台拍賣的22個拍賣 教育市場資料 也全數送出 而且 農委會並派出兩組的人 與公平會 分別交叉去調查 什麼時候送出請教 跟委員報告 這個資料是在3月10號 10號 農委會用公文送到公平會 你們派了兩組人去 會合公平會 一起共同調查 是嗎 請教公平會主委 那麼這個調查 預計什麼時候會出來 其實我們已經在進行當中 請教什麼時候會出來 給本席一個答案 現場的調查大概下禮拜可以完成 下個禮拜完成 是現場的調查 那至於說整個案子的那個 研修啦 理解啦 分析等等 大概還需要一些時間 請問什麼時間 下個禮拜 現場調查完成 今天是12號 今天是禮拜三 等於在21號 完成現場調查 3月21 那什麼時候可以給答案 什麼時候可以給答案 這個我們當然還需要一些時間 預計多久時間 因為這個租價的問題 請給本席一個答案 不斷在發展 因為這個關係到我們預定的 農曆的五月份的肉葬節 等於也就是在農曆的五月份 等於是新曆的六月初 那換句話說 是在我們國立的大概五月左右 我們立即會面臨到這個問題 請教 什麼時候 可以將這個答案 這個案子我們可能不會那麼快的結 會不會在端午節前半個月出來 換句話說 就是五月 這個是 五月 五月 等於是四月 四月底 四月底就是五月底了嘛 四月中旬的時候會不會出來 跟委員報告 因為這個案子 我們知道豬肉的價格 請教 公平會主委 會不會 到那個時候還會有一些波動 甚至於更大的波動都有可能 主委 如果你這樣子的答覆 難怪消費者非常的恐慌 接下來 本席要請教 在這四家的冷凍廠裡頭 以三個肉品市場裡頭 有一家冷凍廠居 1500噸的豬肉 那換句話說 你也知道這個事情 那換句話說 等於是一萬兩千頭豬 等於是台灣的消費豬的交易量的一半 那麼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剛剛陳副主委說 要請續產所 先進口豬肉 美國豬 你也沒收到錢 因為更貴 而且我國的立場是牛豬分離 美國豬目前是不容許的 那麼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農委會已經stand by在那裡 換句話說 相對解讀 這一些囤積是有問題的 公民主委 你的看法 囤積可能會有問題 這點我們也承認 那既然你在下個禮拜 現場都能夠調查完畢 那為什麼不能在農曆的 我們的端午節的前兩個禮拜 告訴社會大眾 一方面消極的作為有二指作用 二方面真正積極幫助豬農以及消費者 請教主委 我跟委員報告跟委員說明 就是單純個別囤積的部分 這個部分公平法並沒有規範 這個是要依據農產品市場交易法 還有它的施性細則 它對所謂的構存過量 這個是有明文規定的 這個是相關的 所以你不要再告訴我們一句話 沒有聯合壟斷 我們就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價格是創新高 不要在這種思維告訴我們所有的民眾 這是民眾不予認同的 公平法必須依照公平交易法來執行 本期嚴格要求將時間速度加快可以嗎 當然我們這個是絕對 請陳副主委 副主委 如果說一家冷凍廠的囤積 是等於一萬兩千頭豬 在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單一冷凍廠 你認為構不構成囤積犯罪的行為事實 這個是不是囤積的行為 第一個我們要看它往年的採購量 第二個可能它要看它的出路也沒有 其極再請教 既然農委會已經正式公佈 什麼時候可以告訴民眾 這個囤積到底是合法或者是不合法 請教 這個就是因為配合公平會在做調查的部分 你們兩個小怕嗎 你跟公平會兩個打架嗎 公平會說囤積的部分是你們自行可以裁定 公平會還要確認其他的相關變相因素 跟委員報告 現在對於我們講 所以再請教農委會 民眾所要的 也就是豬農希望得到保障 消費者希望得到一個公平的市場待遇 所以在這樣情況之下 身為農委會的立場 你什麼時候可以告訴民眾 會不會在端午節的前兩個禮拜 公佈 這很簡單的事情 在農委會這邊 最主要是在調節公稅的部分 所以我們看到六到八月 端午節到中元節這個部分 會缺口的部分 本席具體要求 不是武康不康 而是要府裡偷衝心 今天你進口加拿大的 台灣豬是世界戰的呀 沒有哪一個國家的品質 豬的品質比我們好啊 沒有理由叫民眾 因為不法的行為 而要吃不好品質的豬啊 這是不對的一個行為啊 所以本席在這邊 公平會主委在這裡 農委會在這裡 本席具體要求 務必要在端午節前兩個禮拜 告訴社會大眾 你們所審查 所調查的結果 是怎麼樣的一個情況 我跟委員報告 在冷凍場的部分 我可以跟委員承諾 在四月底以前 冷凍場的部分 我們可以會有 四月底前公佈社會大眾 對 冷凍場的部分 好 你請回 接下來請管主委 有請管主委 主委 本來我們的聲音都很美 很溫柔 今天的聲音都很沙啞 因為大家為了酒樓在拼 福茂在拼 大家都知道要拼經濟 這個社會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今天依照立法院第五十八條的諮詢性司法規定 經過公聽會完成之後 必須於十天之內 將公聽會的結論 送交給本院以及參與公聽會的社會人士 本院也就是我們113個委員 但是今天民進黨並沒有依照直權行使法第五十八條 也沒有看到十六場公聽會的結果 今天排定了這個議程 又在樓上 柯建民總召 他承認他錯誤了 也就是程序委員會 根本在主席未發佈開會之前 就已經簽了九個委員要做程序發言 本席覺得深深不解 既然大家有一個共識 通通要拼經濟 那為什麼會產生這樣的一個情況糾葛 所以本席要請教 前天經濟部長在這裡回答 如果福茂不過 對於我台灣的經濟是會往下降 如果福茂不過 還會影響到我們的貨貿協議的一個談判 請教主委 你認為 你認為福茂如果不過 對台灣的經濟會造成怎麼樣的一個情況 請教 我想福茂不過話 對於在我們的經貿談判上 形成非常不好的示範 對我們台灣經濟會造成重大傷害 那既然大家 您也知道 是重大傷害 您剛才說了 公協會 都了解 民進黨的委員 不了解嗎 您有沒有去做溝通 我們其實在公聽會 我們會上也有派委員 我們的副主委去參加 我本身也參加過幾場 然後 我當初還沒有到經濟會的時候 那時候在行政院政務委員的時候 我們也參與過那個經貿小組 就是 本席所請教的 有沒有跟民進黨的委員溝通 我相信經濟部一定有做很多溝通 經濟部做很多溝通 杜次長 主席請杜次長 有請杜次長 次長 您是談判的高手 那為什麼會產生這樣的經濟糾葛 我覺得這個是對於這個 福茂內容的認知的問題 福茂你們宣傳了多久 我們在談判的過程中就有宣傳 然後再送到大院來之後 我們最近又辦 又對外公協會 換句話說 已經是多久 130場 130場公協 我們先放旁邊 針對本席的提問 是 那麼你們到底 針對福茂的溝通時間多久了 我們從這個準備開始要協商 多久請教 給我一個數字 應該是一年多 一年多的時間 為什麼民進黨的委員 還是溝通 不清楚 原因出在哪裡 我們要找出真正的癥結在哪裡 我覺得這個是應該是立場的問題 換句話說 你認為不是一個經濟議題 而是一個政治立場的議題 以經濟的角度來看 這是一個全世界的趨勢 應該是沒有什麼 針對本席的提問 對 民進黨的委員仍舊 不依照議事規則 大家來做 其中不理會 你認為真正的原因是什麼 這個 我不便推測這個政黨的想法 不過我們從現象來看的話 就是 目前來看就是 這個 可能 他們不希望福茂能夠通過 那大家都認知說 福茂通過 經濟會成長 福茂通過 福茂才可能過 那這怎麼辦 民知道不過 會嚴重衝擊 台灣的經濟 以及向各國 經濟協議的談判 的一個 一個困擾 當然 有所部分的產業 會所損失 所以政府 必須 編理預算 以及輔導 相關的轉化過程 這是勇違的政府 必須要去做的 但是 總統統是 plus的時候 導致這樣的糾葛 你認為還有什麼不 請做回答 我覺得最主要還是要看民眾的聲音 我覺得民眾的聲音 應該會逐漸的 會把 會逐漸的表達出來 市長 你這樣回答 本席充分不滿意 因為現在 我們看到福茂通過 已經達到一半以上的民眾 希望通過 這是民調所產生出來的素質 如果本席請問你 要還有什麼保守 你說只有看民眾 這個是沒有作為的 再請教 好 最後再請教 請教市長 跟什麼保守 什麼方法 時間已經到了 好 給市長回答 在行政部門 我們是盡量的跟 跟委員來做說明 那剩下的決定就是 看院裡面這個 最後的這個審查的結果 市長 你這個答覆 本席充分不滿意 本席建議你 一定要積極溝通說明 各種管道多元進行 不要讓我們立法委員 每一個在樓上 睡地板 大家都為台灣的經濟在拼 謝謝 謝謝 好 我們有請王惠美黃委員發言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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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